跟妳們說我是演藝圈 最會挖的女藝人 挖什麼 因為我只要跟姐妹聚會的時候 我就說來 有誰要給我挖耳朵的 所以我就會幫很多姐妹服務 幫老公服務 所以就會特別愛收集她的耳屎 可以開店嘛 妳收集耳屎是妳喜歡挖 還是妳喜歡挖出來之後 要把它放 要把它收著 我喜歡挖出來有大的之後就換 就是替換 我的那個小盆子裡面 就是要替換新的大耳屎 那妳把它裝在罐子裡面 對 妳有在收集耳屎 對 就是會一直有第一名的隊 比如說這個禮拜可能這麼小 然後可能下個禮拜挖到一個大的 就把舊的丟掉然後放新的 因為它才是第一名 我已經要吐了 我已經要吐了 第二個就是大家都說 我音癡無音不全 你們都錯了 不准再笑我 因為我小時候是合唱團的 老師說我是合音界的 惠尼休斯頓 妳這個跟林生社區貝多芬有什麼 你們這樣我深沖流的話要出來講話 那你們會來太多了 那你們合唱團有出去參加過比賽嗎 有 那就是對的 對 那個左上很正確 那個很正確 第三個 來 我是學校的排球隊 校隊 而且是有全台北市第四名店名 是金排球吧 金排 金排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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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在學校 151公分是很高 是坐那種最後面那一排的 國小這樣很高了 所以那時候是老師就說 妳要不要來排球隊比賽 然後因為我對排球完全不懂 沒有興趣 可是老師就說如果比賽出去 有名次的話 學校會有那個補助費用 可以請吃牛排 然後我說好 我去 因為那時候我們 就是那個社區有一個 很有名的牛排館 妳該不會也是名次的社區吧 什麼社區 就是家裡的社區 然後那時候有個很棒的牛排館 沒有吃過 然後想說有名次就可以吃 好 我就參加了 就很努力 然後因為那時候每一天早上 就要500個拖球 500個砂球 我就每一天都是51000個起跳 然後我那時候一整個學期 這樣訓練完之後參加比賽 就拿第四名 然後就吃到牛排了 然後老師就有說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很優秀 有這個潛力 所以就邀請我就是國中 繼續加入那個校隊 然後我就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牛排吃到了 因為我已經吃到了 所以我就沒有吃過了 好可惜… 少了一個國手 因為真的覺得體育太辛苦了 所以我是排球隊 OK 好 第二個就是 因為最近不是疫情嗎 然後跟老公在家 就是你看我 我看你是有點膩 所以呢 所以就想說 好 那一起看一些鬼片好了 就比較刺激 可以回到以前戀愛的時光 就是尖叫 摸摸手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看鬼片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也要牽著他 我才敢睡 結果隔天起來想說 我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妳牽 牽的不是手 牽的 沒有牽到面前 裡面有蛇 牽真的是手 但是褲子濕了 什麼呢 我尿褲子了 尿失禁 因為我嚇到了 你們做噩夢 對 做噩夢了 所以我老公都想說 天啊 這麼彈小 居然會尿褲子 好害羞 講自己尿褲子真的很害羞 這個要是真的好丟臉喔 真的很害羞 好 1到6的點 到底哪一點是假的 請選擇 好 小馬哥選擇的是 1 收集兒死不可能 不可能 太髒了 跟我跟小馬哥不一樣 我覺得金拍球是假的 好 我覺得是2 因為那個收集兒死是 我有朋友喜歡收集粉刺 那是有可能的 只是他們挖的東西不一樣 我要吐了 對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因為看鬼片看到尿失禁 因為我自己也有失禁過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姐妹 真的 她失禁那一集我在 對 所以 我跟她同一集 這麼嚴重啊 而且她的 妳是小的喔 她是大的喔 妳在事發現場 不是 不是在想想 是她講這件故事的時候 我就在同一集 所以我相信這個就是 真的會忍不住 來 當事人告訴我們 到底哪一件是假的 答案就是 答案 看鬼片 我真的是拍 因為我其實不怕鬼 所以 因為我住過鬼屋 我也看過鬼 拍戲的時候我看過鬼 合唱團 我根本不怕鬼 我真的是合影小天使 天啊 所以妳真的 妳真的喜歡收集兒戲 有 妳們要看影片嗎 這我們要都不知道 真的 還有影片 還有什麼 天啊 哇 唉呦 拜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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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你欸 你真的很會吵 你真的很會吵